没笑没笑 宝宝宝宝宝宝 你收到讯号了吗 去宇宙哺 那就回去吧 阿宝 经常追台偶聚的人 应该都能记得当时红极一时的娱乐圈儿子小小兵 他在下一站幸福中可爱的样子 圈粉了无数妈粉 可是成名之路不好走 娱乐圈更是残酷 两岁就被父亲送进娱乐圈的小小兵温泉夜 被父亲当成挣钱的工具 赚来的钱都被父亲败光了 长大成人淡出娱乐圈后 还要打工为自己挣学费 高考刚结束小小兵就被爆出在体育场当清洁工 预心是1500元台币 折合成人民币就是350元 刚工作了几天的小小兵 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 虽然身体劳累但精神很满足 小小兵的父亲温兆宇也说 他支持孩子们自己的想法 也赞成年轻人脚踏实地 他还希望小小兵的弟弟明里兵以后 也可以从事影视行业 这算盘子打得我在内地都听到了 为什么支持儿子去打工呢 还不是因为小小兵的父亲 把人家当同心时赚的钱全都花光了呀 小小兵的父亲温兆宇一名小兵兵 曾经也是娱乐圈的同心 但岁月是把杀猪刀 随着年纪逐渐变大 小兵兵的可爱颜值也一去不复返了 他的演艺录自此中断 于是他把算盘打到了自己才二岁的儿子身上 儿子长成爸爸的样子在闯娱乐圈 在和妻子生下小小兵后 爸爸温兆宇发现小小兵完全复刻了 自己小时候的可爱模样 刚巧温兆宇小时候主演过的《星星之我心要翻拍》 小小兵顺理成章被送去面试 最终成功出演 2009年由吴建豪安以轩主演的《下一站幸福》播出 这部剧成了台湾省内影视剧史上 最高平均收视第二的偶像剧 这也使得扮演安以轩儿子小了的小小兵 成为了娱乐圈A咖童星 之后小小兵片约不断 还上了好几个综艺节目 一年能赚几千万台币 突然的报复让爸爸温兆宇决定辞职 专心当小小兵的经纪人 面对在外宣称经纪人 哥哥小小兵和弟弟迷你兵生活 可不管作为父亲还是经纪人 他都是不称职的 作为父亲他有手好闲挥霍无度 后来他遇见了第二任妻子陈一军 陈一军和温兆宇一样花钱大手大脚 两人用小小兵赚来的钱买豪车买豪宅 日子过得好不快活 随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小男孩萌萌兵 作为经纪人他只顾着赚钱 不管小小兵的身体状况 为了维持家里的开销 小小兵只能去拍更多的戏 接更多通告来赚钱 被父亲早早送进娱乐圈当提款机 同心出道的小小兵有着比别人高的起点 却被他贪婪的父亲毁掉了 有一次小小兵在工作过程中把哈欺 记者就问怎么了 小小兵就说是累了 之后他还因为太过劳累晕倒了 爸爸温兆宇却一点也不心疼儿子 还说小小兵休息几天就可以继续开工了 本应该是最放松快乐的年纪 小小兵却比大人还要累 这让我想到了阿拉雷 在一次节目中他哭着说出 为了给我弟弟就 同心出道的他也承担着许多成年人 也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 说回小小兵 随着年纪长大小小兵的颜值也开始下降 找他拍戏的人也少了 自此他退出了娱乐圈 但再次被拍到大家发现小小兵身上全是红疹 爸爸温兆宇却辩解说家里没了经济来源 没钱给小小兵治病 面对如此糟糕的家庭 还因为同心经历被同学霸凌 小小兵都没有长外 愿意去体育馆当清洁工为自己赚学费和生活费 再看看爸爸温兆宇 只知道吸血自己的儿子 还指望着弟弟明里兵能从事演艺行业 继续赚钱给他花 实在是不配为人父 也希望小小兵成年以后能摆脱吸血鬼父亲 好好享受自己的精彩人生